歡迎回到吳董談大選 大選抗吳董 2020台灣選個好總統 我是RJ 我們今天還是歡迎 風塵蒲蒲 而且機場碌碌的主講人 吳子佳董事長 RJ好 各位網友 大家晚安 董事長已經趕機場了 我現在被鐘聲卡住了 每天要錄兩段 結束的時候已經八點了 是是 好 那我們今天先趕快進入我們的主題 那各位關心明天的這個直播現場的 我們等一下會說 我們先趕快進入這個主題 董事長 為什麼我們今天來講到這個 講到這個很 很驚悚我們的標題是 香港的末日之戰 今天這個中國的官方竟然出了一個 非常奇特的聲明 這是人民日報 各位 人民日報的海外版 這個是它的頭版下面 大標題它寫 正告台當局 收回涉港黑手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們請董事長幫我們說明 先評論一下 由人民日報的海外版 在這個直接警告台灣 所以這個事情跟台灣有關 要跟台灣有關的話 我們已經 進入一個不同的狀態 我覺得 我們的政府當然是有個態度 但是並不是很明朗 我覺得我們認為新聞媒體 在這邊要把今天這個時間點 來做一個分水底 首先在上個禮拜 我們看到的就是 前特首董建華 直接扣連了 就是說美國跟台灣 有介入香港的暴亂 這是他的一個說法 然後第二個部分 就看到了連續幾天下來 就是北京的港澳辦 也發表聲明 抨擊台灣政府 然後他香港的中聯辦 也做了類似的論述 到了今天來講的話 8月13號 當然香港裡面發生很多事情 我跟你講跟我們台灣有關的 是 他用人民日報海外版的一個 評論員的名義 他寫了一篇文章 要警告 他是正告台灣當局 意思就是說台灣的 蔡英文政府 直接介入這個 香港的這個暴亂 主要的問題是說什麼東西呢 就是台灣當局出錢出力 那出錢出力的部分 我看到有在公開募資的 就是你的好朋友黃傑 是 那這個就是出錢 現在 在這個網路的世界裡面 或是民粹的世界裡面 都很容易意氣用事 說我們要當勇敢的台灣人 我們不怕他 但是這個不是 因為一旦 你有了意氣之爭的時候 你就找不到那個理性的答案了 那我現在 沒有任何的立場 然後偏 偏綠 偏中間 偏哪裡來談這個事情 是 我現在只談的就是說 今天 是一個新的開始 是 什麼開始呢 就是人民日報海外版直接攻擊了 他說蔡英文政府有兩個目的 是 第一個目的 為了要介入香港的動亂 來炒作 蔡英文的選情 然後第二個呢 我覺得很好笑 是 他說我們要污名化一國兩制 污名化一國兩制 因為一國兩制 早就被 在台灣沒有市場 對 我們不必污名化 那當然蔡英文很高興 因為1月2號撿到槍的時候 他就說 這個九二共識等於一國兩制 是 那是民進黨的論述 所以我先問我說 他的定義就在這兩件事情 然後中間講的這個具體的事實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這個叫做 他叫做反中亂港 這罪名叫做反中亂港 我們有些具體的事實是什麼 台灣當局 就是我們中華民國政府 目前有政治庇護了 大概八十幾個香港的朋友 給了我們一些政治上的保護 我覺得這很正常啊 如果香港人沒帶走 走台灣 就讓他們住 這長期間的事情 可是這也沒什麼好庇護的 你香港人更惡劣 你庇護了我們 你自己的殺人犯 你都庇護了 對不對 他把女朋友在台灣殺了 他跑回去嗎 然後不能判刑 因為案發地是台灣 對不對 那個是亂七八糟的事情 我們都不談 那是叫做社會新聞 但是我沒有庇護他八十幾個 這是香港人所稱的暴徒 那我們稱為叫做社會運動人士 因為台灣看這些 太陽花我們看太多了 然後民主運動 我看了幾十年 一天到晚都是暴徒 都是被政府稱為暴徒 最後一選舉就當選了 你知道變英雄 所以大家都想去當暴徒 那我一個朋友 叫林文郎以前跟我講 他以前當台北市市議員 後來當立法委員 當立法委員 對 他說他很後悔 就美麗島事件當天 他的親戚 都被統帝說 你快捏起來 所以他躲在旅館躲了五天 就沒有被抓到 他早知道的話 應該被抓起來比較好 抓起來比較好 抓起來比較好算 搞不好他是第一個 都當台北市市黨當選人 對不對 他很後悔沒有被抓 所以現在這些被比赴的 被抓的 被打的 暴徒 以後 就是香港的立法會的議員 大家 不要意外 這是一個民主風潮的必然趨勢 中國大陸政治解禁也是必然的趨勢 這是社會潮流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他或台灣勾結西方勢力的同路人 那美國人要搞他 英國人要搞他 全世界都要搞老共 跟我們有個屁關係啊 對不對 好 所以他就講的意思 然後第三部分 我要再說明一個 比較有意思在哪裡 當時 我記得在這個節目裡面 是 我跟阿杰我們談過這個議題了 對 你要停自由行 嗯 我們有談過金馬獎 對 我的判斷 是 就是他在懲罰你香港事件 對 媒體都沒有這樣寫喔 是 人民如果今天寫了 他寫出來了 反中亂港的 這個黑手是台灣人 是台灣政府 是 所以說呢 他說要 這個 停止自由行 嗯 跟停止他的金馬獎 對 都是為了這個事情 他現在很清楚講 對 希望呢 他換言之講 他講這什麼意思呢 因為我 長期研究兩岸關係 我沒有那麼天真啊 人民如果不是神經病寫別文章給你送啦 嗯 他代表了 後面還有事情會發生 中共的宣傳方式 他有一個定性跟定調 他現在定性 你就是 台灣是黑手嘛 對 他警告你 不要這個玩火製粉 你知道吧 不要引火燒身 不要山峰 這個上火 然後不要引火燒身 台灣人啊 他警告我們不要把火燒身上來 那是什麼意思呢 這後面還有吧 那台灣會停嗎 不會停啊 為什麼台灣不會停啊 因為香港不會停啊 香港繼續鬧啊 對 香港繼續鬧 台灣人繼續同情啊 現在台灣 全台灣 不表示支持他的 大概只有蔡英明吧 還有韓國瑜 韓國瑜吧 對對對 他們兩個嘛 那其他人都在支援香港嘛 是 包括柯P也對這個事情 這個事情 會越來越大條 是 後面會有事情嘛 大概我們不知道後面是事情 那我們不要說 因為我們能力有限 因為在台灣來講的話 對民主運動這件事情 但是動作跟我們在呼吸空氣一樣啊 對 那美政府 我們去罵當權派 我們去爆料 那我被告 然後你也被告 就是台灣的自由風氣啊 所以我們對我們來說 欸 香港人不錯喔 對 很拚啊 拚得蠻好的嘛 而且到現在為止 香港人表現得很優異啊 很厲害 跟城市遊擊隊一樣 沒有 我跟你講 沒那麼厲害 我問你 民主運動 你看過 你有沒有看過沒有死人的啊 很少 成功民主運動 一定要死人的啦 香港搞這一套 九島位置不死半 都意外受傷啦 我跟你講 所以他那個叫做騷動嘛 但是政治上 目前來講的話 一定是有一個處理啦 那處理到什麼程度 我不知道 但是我認為啦 以當下的國際環境 那習近平的政府呢 會很強悍的來面對香港這個問題啦 但強悍的背後啦 其實他也顧忌到台灣的問題 人民日報公開的用文章來警告台灣政府 但是同時另外一個面向 也就證明了我們台灣的選情 跟香港的動亂 其實他有一個一線之間的關係 那在這一線之間的關係 到底對誰有利 對誰不利 目前實在是看不出來 可是目前我看到一個有一個人啊 大概兩個月來 就是一個多月來的 就是韓國瑜 民調一直滑落 中間對國民黨不利 大概這是個確定的事情 那在未來的第三組候選人 能不能夠掌握這個形勢 利用香港的這個 香港的民主運動 然後呢 不會獨厚於民進黨 也有其他民眾黨 可能也會因而獲利 但是不管怎麼講 我要說明了 有幾個結論 第一個 中共對懲罰台灣 一定還有後續的作為 第二點來講的話 就是說這個 香港的這個 所謂的動亂事件 跟台灣的選舉 確實發生密切的關係 但是到底對誰有利 平常心想 現在看不出來 嗯 董長剛剛講得很好 他們會幹我們的 可是我們是有智慧的台灣人 我們就想辦法不要讓他們幹 好等一下我們馬上回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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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